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2年12月20日 今天這段影片有一件事想和大家集中討論 就是關於在幾天前 12月16日 原來香港和內地發生了一件非常大的突發事件 導致中港兩地有超過48個部門要緊急聯合行動 而且我們的香港警方亦高度戒備在關口上做戒備 而且最重要 還要警車開路護送 到底整件事是甚麼事?為何如此突發? 而這件事事後亦被黃人批評 到底批評了甚麼?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說一說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按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段新影片 好 影片正式開始 大家相信一聽到中港聯合行動 48個部門聯合加上警方高度戒備部署 大家一定會誤以為有甚麼嚴重事件 是否黑暴又搞事? 錯了 這次不是一件壞事 而是一件好事 事源要說到在上個月 我們香港有一名小朋友 一個四個月大的女嬰 叫紫希 她身上出現急性的心衰竭 急需要移植心臟 但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本身 器官捐贈的人數不夠多 比較少 加上比較年幼的兒童 他們本身很多家長不會說一個嬰兒出生就簽了 所以導致在香港 如果對初生嬰兒或小朋友的器官捐贈 其實是很難找的 而這次四個月大的女童紫希 其實她的母親本身也是含淚地 哭了口 要呼籲大家 可以有有心人可以捐贈 但大家知道捐贈不是在一個活人身上可以捐贈 要有小朋友可能不小心 不幸過世 之後她才可以捐贈 而且還要家長同意 由於對於中國人的傳統習俗 或者我們香港人的傳統習俗也是 也希望對於死者有一個流傳思的看法 所以在這些事件上很多人都不願意捐贈 所以導致今次紫希說要換心臟 其實本身的機會是微之其微 但細想不到幾天前出現了奇蹟 就在四天前 在內地有一名小朋友 是因為頭部受到重創受傷而不幸過世 而根據內地相關部門 就著這名死者 他家人對於他的捐贈意向 最終決定了可以捐出他的器官 而內地相關部門馬上透過他們的系統 搜尋全國 也就是整個中國入面 有哪些人是需要器官捐贈的 就去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匹配 但由於今次的這名小朋友 他也是比較年幼 對於他的心臟的發展 亦是比較未成熟 而適合 受捐的人士亦是匹配不了 最終和香港政府聯絡了 最終成功替紫希換到心臟 而這件事要歸功於我們的 醫務及衛生局局長 盧寵茂局長 因為盧寵茂局長在早前 已經向內地協助紫希獲得新的心臟 而由於當時還未發生這件事件 所以當時亦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 但去到16日這名男童過世後 在下一日由於港府提出了要求 而內地那邊亦透過他們的醫療系統 找不到適合的人選 所以為避免浪費了心臟 所以最終進行了十分高難度的器官捐贈和轉移 今次的器官捐贈和轉移 就是啟動了一個內地和香港的醫療救助人體器官共用餘案 而是緊急啟動 啟動後便在根據內地的中國人體器官分配 與共用電腦系統的協調下 內地和香港接近24個部門 合共65個醫療專家 在24小時內緊急合作 亦是協助深圳和香港的海關 進行緊急模擬演練 將通關的時間過程 由之前的差不多半小時壓縮到8分鐘完成轉移 過關 由於一個心臟最多可以保存4小時 即是由人體道拿出來 然後轉移 然後到下一個受益人 中間的過程只可以有4小時 如果過了這個心臟便會壞死 沒有辦法用 而在上星期六下午5時24分 就在內地拿到這個心臟 而在當日晚上8時13分 救護車在香港警車的護送下 將內地愛心捐贈的心臟送到啟德的兒童醫院 到星期六亦即是17日凌晨1時 紫希的心臟移植手術順利完成 從手術室轉到醫科的心切治療部 到現時為止 紫希亦不需要在體外有回圈的支持 亦是暫時在觀察有否排斥等情況 對於紫希的家人來說 這次事件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本身小孩的心臟已經很難找到別人捐出來 而這次剛好在內地有一個意外身亡的小孩 他亦願意捐他的心臟出來 轉移到紫希身上 可以說紫希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這次事件我們看到是一個很正面的事件 很正能量的事件 但反而引來在 無論是國際社會也好我們香港也好 有一個關注 甚至有爭議 爭議的點在哪裏 就是內地的器官捐贈首次移植到香港 過往內地一直都被批評有非法售賣人體器官 甚至大家也聽過有內地的年青人 為了買奢侈品去割腎 割肝 也有這些情況 無可否認 以前的中國的確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在現時的中國基本上已經倒絕了 加上在外國人眼中 以前的中國會把一些死囚 也就是判處死刑的囚犯 就會拿他們的器官出來做一個捐贈 給予有需要的病人 這個做法在國際社會上有很多批評 但其實在幾年前已經沒有了 但就因為這樣 所以導致香港首次出現內地轉移 捐贈出來的心臟 導致很多人討論這件事 根據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的召集人周家歡認為 器官跨境移植不是問題 內地也改革了器官移植計劃 香港可以探討恆常化轉移跨境制度 但在推行前 要增加香港對內地器官移植的機制信任度 否則可能會影響香港捐贈的意欲 其實現時如果按照現在的情況 假如一個捐贈者在香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受益人 而他的器官有機會捐回內地 但這裡剛才跟大家說 很多事源自於誤解 誤解會最終出現甚麼問題 就是信任程度不足 現時這次事件 紫禧的心臟移植本來是一件好事 但由於有部份人對內地器官移植的制度有不信任的情況 所以導致這次事件出現爭議 好了 更加海外 海外有很多人擔心 包括香港醫學界也擔心 這次的先例會影響外界對香港器官移植的感覺 亦擔心國際組織知道香港和內地進行跨境移植 可能會將香港從世界移植組織驅逐出去 甚至有國家停止和香港醫院進行心肺移植的先進技術交流計劃 最主要外國那群人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政治原因 第二他們始終信不過內地 覺得內地也有很多人口販賣 或者器官移植是黑屎那些 他們始終有這個感覺 這是無可否認的 過往中國在這方面做得不好 而且在民眾的認知下 只是知道以前有這些黑屎事 以前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但改善後反而民眾不知道 這也是一個好機會 我亦想透過這段影片告訴大家 現時內地已經沒有這些情況 你說會否有些黑社會 或者有些惡勢力 甚至有些非法人士去做這些事 不法勾當 總有 但前提是我們的國家已經有嚴厲的打擊 以及 在於剛才跟大家說 死囂的器官捲鎮這件事 其實已經沒有了 我們的前國家衛生部部長王傑夫 他在2017年參加 梵蒂岡有關器官販賣的會議上 已經表示 內地已經沒有再用死囂的器官作為移植工體的來源 亦都改革了中國器官移植的計劃 亦是說過往大家對中國的認知 或者對於以前中國可能會有死囂出來 捐了他的遺體 捐了他的心肝皮靴腎 這件事 其實已經沒有了 亦是說對於 這個器官移植 他那個器官的來源 其實是安全和可靠 甚至是官方合法認可 亦是自願捐贈的一些情況 我亦都理解的 有很多受助人可能他們會擔心自己的器官是否 非法活動剩下 導致自己也不安心等等 在道德上是很難過的 但希望大家也要相信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的確在這方面有改進 而這個改進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 可能我們這幾年都無事了 但現在知道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件事 說回給大家聽 說回給所有人聽 讓這件事大家不要那麼擔心 如果政治原因就沒有辦法 那群黃人肯定是違反而反 中國器官肯定不行 中國器官怎樣怎樣 他們肯定是這樣的 但如果基於理性 基於一個非政治的理由 非政治的原因 我都希望把這個訊息告訴大家 讓大家知道 亦都是我就這樣看這件事 亦都看得出我們國家對於打擊人口販賣 打擊非法器官移植等等的情況 都做了一個很大的改進 這裏也希望大家可以把這段影片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亦都把這件事告訴更多人 我覺得好人好事我們都要分享一下 亦都要分享一下關於我們國家的一些正面資訊 好 今天影片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分享你的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我的頻道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這樣按 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的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比如說 比如說 順便 比如說 雷